这里是台九线进入瑞穗市区的这个路口 每个瑞穗居民都要从这里回到瑞穗 这个路口非常让人困惑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市区 汽车可以走左侧执行进去 而机车的话需要走右侧然后再左转 这样才能进入瑞穗市区 众球节刚过瑞穗知名廖同学收到了一张1800台币的罚单 大家好我这边我是瑞穗的本地人 然后我今天在这个位置被警察开了一个红灯左转的违规 我承认在这个位置到待转区的时候是红灯 我或许有违规但是我看到许多人都是因为都是直接到待转区 而且这样也没有影响在那边的行人以及车辆 但是当我从待转区到对面的时候是绿灯 可是我并没有在直接闯红灯的行为 所以我不承认我有做红灯左转 我今天中午骑车的时候经过这一条路 然后我是直接骑到这一个待转区这边 但是当时那边的红灯是已经转绿了 所以我是直接到待转区之后就直接骑过去 回要回家 可是警察拦下来并且开我罚单说 我是违规红灯左转 但是我没有在红灯的时候直接就直接左转 我是先到待转区绿灯再走 就是刚好绿灯我就直接到待转区之后就直接走 所以我觉得如果正常来说这个距离这么近 而且这边也没有车流量的话 我觉得会 我都会直接就是骑到这个待转区里面 南下这一条路 我要进待转区前 南下的红绿灯是红灯 但是我直接进去了待转区 而待转区的那一条路是绿灯 所以我直接走是合法的 但是 而且因为我进去待转区前 没有经过那一座斑马线 所以是我没有干扰任何车辆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距离 没办法直接进入待转区再走的话 我觉得很不方便 好 瑞瑞居民从台九仙回到正北路这条路 很让人困惑 有很多设计不对的地方设计不良 如果骑机车的人在汽车停止了这个地方 等候红灯不直接进入待转区的话 会多等待95秒 也就是说多等一个红绿灯 这台机车也是进入待转区之后 发现是绿灯 然后就马上左转了 不知道警察会不会判他为红灯左转 两台机车和这台汽车都在为进入瑞瑞市局感到非常困惑 这也设计不良 又一个例子就是 那道人家的直觉是左转靠左 右转靠右 但是这么设计让左转要靠右 这样子就 违反直觉 很让 习惯了直接直走回到瑞瑞市局的人感到很困惑 不过这个老人家他只是想 掉头也遇到这么险象还生的困境 我觉得照项他的困境都是设计不良导致 这个灯根本就不亮 他只亮红灯不亮绿灯 这短短的两公尺 就会导致用路人会被罚1800台币 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拍影片的时候 不敢在 红灯的时候 从停止线开到带卷区 所以就 让他先停下来 这样子的话会导致 骑机车回到瑞瑞市的人 要多等待一个红绿灯 也就是说 要多等待95秒 在短短的两公尺距离 价值1800台币 价值95秒 所以我觉得这个路口有很多设计不周到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来讨论一下 看看有没有改善的空间 也希望有同样遭遇被罚款的乡亲 站出来一起去要求 警察或者是政府做出改变 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佐拉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 周住行 咱们 视频 宓人 视频 乔月 乔月